我也不懂为什么 我这次回去打了个职业 到底 我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到底是做错什么的 要被你们这样子逮着黑啊 到底 我这两个月我钱也没赚 成绩也没拿 我就是回去打了两个月职业 我也没干嘛犯法的事 真的是 你不懂啊 因为我菜就要被你们这样子喷吗 妈的脑子接的广告 他妈早就接了 不是他妈的 不是回去打了职业才接的 我还很多广告我都没法去 人家如果告我违约 我都是违约的 哥几个 那是提前就有的 你以为你说我明天有空 我跟你说 哎明天广告商我有空了 你给我个广告让我接一下呗 你真是想的美 那人家先是看你有没有这个资格 有了资格再给你约时间 再给你兑内容 你以为是几天能搞定的 还是我心态还行啊 我就问一下 我也不懂的 而且其实我就算回去打击 我接了广告 那那也没有没有什么错的地方吧 就是就是我也不知道咋的 感觉之前的弹幕也没这样子 也还好 电子经济菜式原罪 确实菜式原罪啊 他妈的我这个 我这个罪也罪得太过深了吧 这也是自己 之前脾气太坦 早导致的吧 之前喷过太多人了 都该还的 之前确实喷了很多人 还有佛佛那个有没有罪 我也是被你们蛰伏了 被一些那些 营销后跟蛰伏了 真的是太牛逼了 我都不懂的 怎么能想 怎么能想到这些词啊 这个有没有罪 就是你们随便说说的 也真是厉害 说实话 我其实也没有说 想要去祸害别人干嘛 就真的是 只是就是试一试 那结果不好 那就是不好 人不行了呀 对吧 这个也没有必要 就是上升到那么大的人身攻击各种 现在打个组牌也不一定能一直赢呀 你像那些车队也很强 明年还打吧 明年不打了 明年不打了 我再打一年干嘛呢 我 我也拿不到好的成绩 对于那些喜欢看我打比赛的人 我可以直播 大家也能看到 我去打比赛又没有 拿不到好的成绩 我已经实力不够了 没有 没有那个资本再去冲冠军了 让我能保持在一个前六 我觉得都是很极限的了 就联赛前六啊 不是事切前六 很极限了啊 更别说冲 那些好的成绩了 说实话有一点身体上有点力不从心了已经 我一开始回去 我觉得我还能健身 后面那个压力 大的真的 就完全没有心思去健身 就觉得我靠 你少打那么几个小时的排位 你就 就各种觉得不好 给自己的压力也很大 18年我们在北京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每天健身去游泳 感觉状态就挺好的 但有些时候就是没那个动力